我們就是在把這個前期 因為其實這個前期明說真的 如果真的要把它用 以所有公式產生 倒也不是不行 只是我後來發現太麻煩 倒不如寫VBA算了 說真的有的時候其實 複雜的事情還是交給VBA來做 那當然我執行就是這兩個按鈕 一個是輸出前期明 一個是清除掉 那基本上它的這個前期明的話 理論上就是 它這個邏輯是 只要看到這個排名 它是小於等於7的話 就會把它對應到的同一列 的A藍把它複製到 D藍的從第二列開始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變數叫K K的初始值就是第二列的意思 也就是說我要放的話從第二列開始 那你說那如果放一個 如果假設那個K是等於2的話 那它會覆蓋過去 所以這個程式的話我會多寫一個 就是K等於K加1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我在程式裡面 會先給它一個初取 就是它應該放在第幾列開始 那等到我資料已經放過來之後 我再把這個K加1 再把它放回到原來K的位置 蓋過去的意思 所以K等於K加1本來2 加了1就變3 所以K就變成3了 意思類推 3再加1變4 所以它會一直往下放的意思 那這個程式其實還蠻好理解的 因為我要做判斷的範圍 所以這邊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五十列 所以就是1到49號的範圍 那接下來的話呢 底下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if到and if 這個是一個結構 條件在這裡 如果排名 排名就這樣敘述 sales的i列的c欄 有沒有 就這個一個一個一個的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做比較 如果它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幫我把找到同一列 特別說什麼叫同一列 就指的是這個 這個是同一列的c 比如說這個好了 這個同一列的a欄 其實就可以把它複製過來 這邊改成a就好了 本來是c對不對 本來是這個 然後把它改成2的話 那就是寫這樣 sales的i列的a欄 那特別說 老師那怎麼把它複製過來 複製到哪裡 複製到第二對不對 那跟各位講 複製在這邊實際上就是等號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程式裡面 特別注意喔 這個等號呢 它不是以前你認知那個等於 而是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等號你不要看到等於 就是你認為的那個等於 實際上它就是複製啦 那什麼意思 把後面的資料複製到前面去的意思 有沒有 把這個數字裡面的資料複製到第二 因為它這個地方D欄 K等於2嘛對不對 所以它會把這個資料複製到第二儲存格 OK 所以常常總會說 老師我不會寫 把哪一個儲存格資料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格 我說我們這上課講過嗎 他說沒有啊 我說明明在這裡有啊 可是他說老師這個是等於耶 我說你不要一直把它當等於 他說複製 他這就複製 所以為什麼你會一直錯亂 那是因為你以前學的數學被耽誤了 一直被洗腦了 所以有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就會把這個意思認為是那個 就只能是那個 這個不能當別的用途嗎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所以有的時候腦筋要靈活一點 不要一直把你以前所學的任何東西 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很多東西不是這樣 改一個方向其實 改一個方式馬上你就通了 所以有的時候必定要屈膩 所以這個等於在這邊的意思是複製的意思 把後面的資料複製到前面的意思 OK 所以你會拍那一直跑跑跑跑下來 這樣就OK的 那清除很簡單嘛 清除的話實際上就是什麼 把第二 所以我用range 冒號 D8 有沒有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雙女號 這樣就清楚了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那資料不就OK了 有沒有 前七名 前七名清楚 不過啦 理論上 這個地方 比較會有多 比較多同學問到一個問題說 老師那可是 這個前七名 他的邏輯按照你的程式呢 他是先找到的就先放過來 所以他放的應該是第四名 再放第二名 再放第七名 有沒有 然後再一直往下放 那可是如果我假設我不希望這樣放 我希望呢 能夠按照他的實際上的名次做排列的話 也就是說呢 第二應該放第一名 第三應該放第二名 一直到第八放第七名 有沒有 從第二到第八 放的就是一到七名的話 那請問一下 我應該如何修改這個程式呢 OK 那其實也不難 這個如果可以想出來的話 表示你應該就知道這個邏輯啦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如果你要改的話 關鍵的地方應該什麼 應該是這個K吧 K就是決定他的位置 所以呢 後來我想了一個 想很久 這個可能光這一題 我就花了三天三夜 晚上睡覺都來想這個應該如何寫 OK 終於有一天 做夢的時候夢見 原來就知道該怎麼 因為做夢醒啊 對就是這樣寫 於是我就趕快跳起來 坐在電腦前面 就把那個問題給解決了 真的有時候程式怎麼寫出來 真是做夢的時候寫出來的 因為我白天在想嘛 想不出來 晚上繼續想 所以你看我連晚上睡覺 都不浪費時間的人 真的 以前念書的時候 晚上為了要繼續學習 有一種叫做 什麼 叫做 什麼 什麼 記憶法 睡覺的時候順便 然後那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在你睡覺的時候 你播放一些 一些內容 他就真的幫你記起來了 真的 我試過真的也是 因為以前考試的時候 太多東西要升論題要寫 然後呢 我就把那個 以前老師上課的錄音帶 睡覺前已經太累了 睡覺就把它播放 然後每天就這樣放放放放放 結果你知道嗎 我考試的時候 真的看到那個題目 我就想到老師上課的 那一個片段的聲音 好像那個老師就在你旁邊跟你講說 你要該怎麼寫 於是我就想 好像 好像真的有那個 他的聲音出現 然後就是按照他講的方式把它寫下來 結果考的就很高分 OK 好啦 這個是 這個不是 這個是真實的 OK 好啦 最後的話怎麼想出來 後來其實我就想說 這個應該在K的地方做一點動作吧 所以我就把K等於2拿掉 然後呢 我就把K等於K加1也拿掉 那你說老師K怎麼辦 其實K 剛剛我有講了一個想法 這個D2到D8 剛好就是他的排名 D2就是放第一名 所以呢 他的列跟他的排名相差多少 相差1嘛 第一名放第二列嘛 第二名放第三列嘛 有沒有 所以呢 你這個K很簡單 K的話呢 就等於他的排名 K等於他的排名 他的排名在哪裡 我們往下找 找到這裡有沒有 4對不對 那4應該放哪裡 應該加1比較好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排名有沒有 他的排名就是這個啦 就是Sales ID的C欄 然後怎麼樣 把它加1比較好 所以4加1之後呢 他就放在5 所以5的話 這個K等於5 所以他就放D5 所以意思類推 寫完了 試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所以把K等於2 K等於K加1拿掉 在這個上面加一個 他的排名加1就是K的位置 這樣就OK 我試一下 有沒有這麼簡單 執行一下 看一下 第一名是不是41 第二名是不是8 第一名 41沒錯 第二名是不是8 第二名第二名第二名在哪裡 第二名 哇真的是辛苦 第二名在這裡 8沒錯 有沒有 所以意思類推 這樣子就可以很快的 把這個名次有沒有 不是按照先找到先放 而是真的從第一名到第七名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歷年來的大樂透 中獎機率最高的就是41號 第二名的話就是8號 第三名就是30 你看其實這個做出來也並不困難吧 所以我們其實也沒有做很多事情 但是瞬間就可以把這個大樂透給算出機率了 當然如果你假設有其他的演算法 你可以再加上去 那就可以做很多的推論了 OK 所以今天的練習大概就先到這裡 那記得喔 我剛剛的前七名 我看一下 我是把它放在雲端的第九頁 這兩段 那我也把它改成 這個按照順序排 就是k等於2拿掉 k等於k加1拿掉 那就在k的這個上面這一行 把它改成 它的名次有沒有 4加1 所以這個取得就是4 比如先取這個 加1 那就是放在d5的位置有沒有 所以也就是說它的位置 跟它的名次相差1加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那最後的話你就把今天的練習 記得因為有VBA 所以另存心檔 一樣要存成啟用聚息的活躍部 然後把它存起來好了 這個是大樂透 OK